王博士 王博士 谢谢王博士 剩下的时间我尽量去撕掉 所以那些废话少说了 尽量 我主要是说穿戴装置方面的东西 首先问一条问题 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 猜猜这个小孩拿着这个东西 是和医疗有关的 心脏起伯器是正确的 给点掌声医卫先生 是心脏起伯器来的 这是全球第一部的心脏起伯器 是外置的 还有上面有一些制裁 所以小孩拿着的时候会怎么样? 可以自己调教心跳 不是很安全 下一张 这个也是心脏起伯器 这个其实是同一间公司 也是心脏起伯器 这个就很小了 这个也是上网的 最近已经找人试试 直接直到心里面 电池也不用换了 想带出一个信息 其实是医疗的科技 是进展得非常之快 由一个这样的大鹅龟 变成一粒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医疗 我们看回历史 是看回科技的进步 是很影响到我们现在 是拿到的科技的医疗服务 也带下去我们今天的题目 穿戴装置 我想问一下在座 有没有人在带着一个 和医疗有关的装置 比如一些笔 或者设计什么 有没有人在带着的 已经 黄博士有 带着一个可以量身跳的标 其实也是一个例子 是上网了 也有自己的IP address 是不是在走路 我就不知道 应该不是 没有的 OK 电信箱 没有 没有 OK 好了 我首先讲一讲历史 略略讲 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穿戴装置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是由一个字开始的 叫做Telemedicine 远程医疗 就是有一个远程提供医疗服务 当中包合的东西 就是有通讯 有IT 以及电子科技 但是最重要 就是要有一些医疗上面的知识 OK 将这些全部结合 就叫做远程医疗 其实这件事不是说 现在或者有个标 或者什么苹果出的 是很久很久之前 那些人已经有这个概念 去到我都没出生 因为大家在在应该都没出生的时候 看到 是吧 一百多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 用不同的科技 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 比如用电话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就用电报 那些人行船的时候 是遥距地 要跟医生谈 去做诊断 一九五几年 就开始用电话 来传送一些X-ray的照片 这些东西都是阿爷的阿爷的年代 通常人家说 远程医疗最早一开始的案件 什么时候呢 很多文献和书 就是1959年 在美国的 納布拉斯卡 在Sychiatric Institute的时候 是用的 简单来说 一个精神病院 那些医生 就不用面对病人 可以跟他做诊断和聊天 就透过一些CCTV的系统 即现在的保安CCTV 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用这个 可以去遥距和病人聊天 做诊断 甚至乎在波士顿那里 设置了一个类似的CCTV的连续 护士就会在机场那里 说有病人不舒服去到 经过一个这样的视像 CCTV的一个系统 可以跟一间比较远的医院 都是在波士顿那附近 就跟一个医生聊天做诊断 那时候很厉害的 说是遥距的医疗 好了 但是其实这些港全会 都是在做analog 我们中文叫类比 就是未数码化的 那些数据是未数码化的 第一个Case 很多人说是数码化的应用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那时候有一辆旅行车 在美国就周围走 去到那时候 进去森林里面土住的地方 就提供了一个医疗服务 那些旅行车是改装的 里面有X-ray 有Satellite 即是有卫星通讯 目的是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 美国太空总署 想扔太空人上太空之前 就先找土著试了 遥距 这样试了 原来遥距 没有医生的情况 都可以提供医疗服务 但是那时候 虽然说是数码化 但是其实非常非常非常贵 这个Project的名叫StarFat 其实就是说 在地球上 有一个无疑的情况 可以将一些不同的数据 遥距地送出去 但是非常贵 一开始 这些遥距医疗 分成四大类的应用 第一 就是无法选择的情况 突然间很危急 比如在很高的山上 或者沙漠那里 或者海那里 没有医生在那里 那你又要即时有医疗的服务 或者意见 那就是那个地方用 第二 就是一些村庄 特别是我们很多例子 就是在印度那些 人家要去到很远 才去到看医生 那些村庄出来 会很贵 或者根本是没有可能出来 那可能这些村庄 就弄了不同的部队 在那里 他去到部队 就有一些类似的设施 就可以提供一个服务 第三 为什么要做遥距医疗 遥距医疗 就是医生和病人 都不用走那么远 现在很多时候的医院 出院要复诊的话 又要专专回去 那很烦 而且病人也会很辛苦 你坐两个小时车 然后看两个小时医生 是不是很不值得 这个时候 人家说 能不能遥距医疗 留在家里 或者留在附近的社区中心 能不能做到呢 第四 就是医院之间 可以分享一些资源 好了 但是这些是比较早期的 开始多人用这些遥距医疗 或者远程医疗 就是在1989年代 开始在家里有电脑用 那些人可以在家里上网 开始用IPv4 可能那时候 不是叫做Telemedicine 不是叫做医疗 叫做Telehealth 而是他的健康 为什么呢 那时候开始分为两大类 Telemedicine 主要是医院里面的用途 比如医生做手术 和人事像 那些人开始用这些东西 叫做Telemedicine 在医院里面更多 在家里更多 或者大致的东西 上新的东西 就有一个新的定义 叫做Telehealth 后来也有一个叫做ehealth 就是说他不只是看病人 只是说Claim In So 把单单怎么出 那些药怎么派 就有一个大一点的系统 那就是ehealth 好 好了 有一个方向 就是为什么要别人 不断地做一些遥距医疗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因为人口老化的问题 去到2050年 就是全世界第一次 因为年轻人的数目是超越老年人的 而这件事是不会回头的了 一定不会回头的了 全世界都这样说的 OK 但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 比如经济 因为人口的分布 老人家是会多了很多 所以现在为什么 很多时候 为什么放那么多资源 在医院里呢 因为越来越多老人家 越来越少年轻人 去照顾老人家 所以人家就会想 要没有一些科技上的东西 可以帮助这个情况 变成可以舒缓一下压力 OK 因为变成很贵 制度会很有沉重的负担 这里看到 2050年就是中国 要看到人口的分布 老人家是会多了很多 右边是女性 左边是男性 这个是全世界 其实都已经差不多 有很多国家去到这个地步了 譬如日本 日本很明显 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 这样的分布了 好 那人家说 那好了 我想用一些遥拒的方式 去提供医疗服务 一开始有很多不同的 一般很多的远程医疗 遥拒医疗的方案 譬如说 一部这样的机器 可以在家裡量一些心电图 譬如一抽这样的东西 给你 你在家里会不会 弄一匹这样的东西用呢 会 很开心 懂不懂带 不懂带 心电图 你叫我带也不知道怎么带 又说要专业给老人家用 但是老人家在家里 弄完这抽的东西 也不会 看到也不开胃 也不想 但是那个方向是正确的 OK 但是一开始有很多限制 因为很大 家里不是很容易用 所以 原本的出发点是OK的 但是很难 别人想 可不可以再做好一些 易用一些 所以别人想一个新的方案 叫移动医疗 Mobile Health 移动医疗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些穿戴式的东西 OK 就是用一些移动系统 穿戴式的传感器 和通讯技术 合在一起 提供刚才的东西 OK 就不用像这个那样 整个东西 变成了易用 OK 别人想出来 是不是真的有用 现在呢 世界卫生组织 都出了很多的paper 专专说移动医疗 Mobile Health 他们都看到其实 长远是帮到全世界的这个问题 OK 解决这个问题 帮病人 或者减低他们的健康的风险 也都让他们舒舒服服 又不用专专去医院查询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看 Mobile Health移动医疗 这些日子 是移动的 就不用这样抽着一堆线 初期的移动医疗就是这样 我想在座见大家一个这么年轻 都应该见过一部这样的东西 是吧 现在比如说 年轻人知道什么叫PDA Palm 那是什么来的 PDA 电话一定上到网 那时候很厉害 电话 这些PDA 一部notebook 接着电话上网 对 notebook接着一部机 是量度呼吸的情况 warp 那时候很厉害 这个就是那时候 我很年轻的时候 好了 想说就是一开始的移动医疗 是做store and forward 的一些应用 就是什么 就是说不是即时的 就是我可能拍了一张照片 有些医疗的东西 capture 但就不会即时 是可以丢出去给医生看的 要坐一轮 或者第二天 或者坐几个小时 然后丢出去 因为那时候的速度 上网速度比较慢 然后开始有三次了 三次就开始可以有些比较 实时的应用 这些的情况 譬如这个在救伤车里面 即时可以将那个 那个十字车去医院的时候 已经将一些 data 丢去医院 去A&E那里 去急诊室那里 所以急诊室可以一早预备那些东西 知道的情况 这个其实做得实时 因为开始有3G 这个也是实时的 当然了 整个抽很大 开始就能不能穿戴上身 穿戴上身 这些 这些有很多不同 其实一般医院会量的东西 譬如心电图 心律 呼吸 血压 血含氧量 初步一开始的 就用回这些 将这些东西 接触到电话 或者手机 立即可以上网 很方便 但也是很不方便 因为人家说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就开始就有这些 产品走出来了 如果现在大家去店 都会有时候见到这些 这类型的产品 就是什么 就是把你的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 变造一个医疗仪器 插件就可以了 譬如这个 手机插上去 这个的左 这个手机就变了 是一个血压计 这个 这个 下面多拼一件 就是血糖计 把指 也是要滴血的 然后插进去 然后就量 有不同的 例如量身跳 血含氧量 甚至乎 照超声波 量肺功能 这些 全部都是把手机 变成医疗仪器 开始去到 那个比较新的领域 甚至乎在美国 澳洲 也有这样的服务 就是有一件衣服 穿上身 就有人24小时 看着你的健康状况 见到你有事 当然 见到你可能会有心脏病的倾向 他不会打电话 告诉你的心脏病 你收到电话 就立刻心脏病 他会告诉你的家人 让家人去看看你什么事 很多这样的衣服 有这样的服务 穿戴式 开始变穿戴式 很多这些已经在市面上有了 譬如一些特别的戒指 手腕 耳環 这些全部都可以做到 量身跳 量血含氧量的东西 量温度 这些 这个比较特别的 量度你的情绪状况 看你的皮肤 度电的能力 看你究竟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看到不同的东西 这些就是即时可以看到 即时传书 即时做到你的监控 看到一些 一般这些 以前就用这些 这样的比较大件的东西 现在做到小小件 就穿戴式了 好了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穿戴式的东西 但是开始 亦都有一些问题出现 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太足够了 那开始有些问题 可不可以只用3D印刷 或者整个 好像那些 现在玩的那些 那些 黏上去小朋友玩的 那些 啊? 印水纸 是吧? 是的 正是印水的 整个电子的东西 就印在你的手上 当然可以拆掉 是吧? 或者是印上的手 那就可以 现在有很多 正在印上的身体 一些不同的传感器 但是也会带出不同的东西 就是那些电是哪里呢? 整个人穿着这些东西 那每样东西都有电 那又要充电 那比如说 想想未来IPV6 很厉害了 一个人身上 已经带了十几个全感器 十几粒电池 很麻烦 那要想一些新的方案 究竟如何提供电量 电力给这些 那就是用这些东西 这些是叫做 Energy Harvesting的东西 就是说 我在人移动的时候 移动的时候 那个热能 或者那个移动 Cinetic Energy 会化造一些电的电量 就存在这个电池里面 那开始很多人 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去看 不止传感器 譬如偏夜 和电 也是一个考虑 有些人就说 咦? 我不想另外做一些传感器 直接用手机 来做我的监控 可以吗? 也有的 比如用手机 很多人 现在的Apps也有 放手机在床上 然后就量 量你的鼻寒 量你的睡眠质素 量你的睡眠质素 可以吗? 是吧? 用手机本身 它的相机 它拍照的功能 还有量度 量度的功能 可以量度心电图 比如放在手上 就已经量到你的心跳了 已经做到这些东西 量度呼吸 甚至不用触摸手机 也能量度到人 OK? 看你的面 原来人的心泵的时候 那面的颜色 会有少少变动 或者头会有少少变动 它看一些很微小的变动 可以继续你的心跳 不用触摸也行 有些人用眼 原来看一只眼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身体状况 这里有一些眼看到的东西 那些人是否累 有没有脑腫瘤 有没有一些生理的特征 很多人都已经在看这些东西 甚至乎眼看到的人 可以看到那个人的血压的变化 心跳的变化 都可以做到 OK? 这些全部都跟穿戴色的东西有关 量度脑电波 现在很多店铃都可以卖 放在他的头上 你在想一些东西 可以控制一些东西 或者去做一些训练 去做一些训练 让你个人可以专心地 都是很多这些 现在不是说 以前是入十月身才做到的 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到的 一些很简单的穿戴色传感器 刚才说过 可以写在身体的传感器 已经做到的 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些东西 不单是带上身 现在说的东西 甚至乎可以吃到肚子 譬如这边 这是做什么呢? 就是去查看个人有没有吃药 现在你说 你怕个老人家 或者小朋友不吃药 要他吃了药 然后按按键 给他吃药 他可以放进口 这个很厉害的地方 他这粒药丸 要先下胃 然后那些胃液 就会穿着那粒药丸里的电子 然后他就会无线地射出来 手机告诉你 他真的下肚了 这些药 这个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传感器 是已经批准了 美国那边已经批准了一个的装置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可以吞个药丸进去 药丸可以照射你 从口到下面的整个长的情况 对不对? 好了 捉住这些 就讲通讯了 最终都要出去给医生看 或者是存在上昏 做一些计算 有不同的科技已经做到了 比如蓝牙、Wi-Fi 甚至现在很多医疗的仪器 穿戴式的那些 都有NFC 还有一些新东西 就是 直接用人本身 人其实是导电的 用人本身来做一个传媒 来做通讯 譬如我整个身体有不同的传感器 有不同的手机 那就不用用蓝牙的Wi-Fi 无线地传去下一个 是经过人体 人是一个电线 或者一个网络 就是经过人去传书 好处就是它是省电 和保密比较好 现在你的Wi-Fi 你可以摸它 吃进去 但是你一定要触到人 触到他才能够得到那些资料 对不对 好了 这件事都带到物联网那一刻 因为一个人身在上面 很多时候 到时 过多几年 整身起码四五个 不同的生物 这些传感器 那究竟是怎么办呢 这些到时 可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IP address 也都带回它 刚才王博士说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越来越多的感觉 就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 令它可以上到网 比如一个数据就是说 去到2020年 OK 成30billion的装置 一定要上到网 拉下去就有云 和AI这种东西 因为这些全部的资料 都要计算 不是就这样拿的 那我说一下市场上 究竟这件事 刚才说的移动医疗市场上 究竟那个前景是怎样的呢 这些市场上有一个市场上 2020年 只是说移动医疗的 刚才说手机和健康有关的那些东西 市场上有59.15billion的市场上 是美金的 OK 现在有很多 字面上有很多的产品 但其实大趋势就是什么呢 大趋势就是 跟着这些应用 都会针对老年 和长期病患者 因为看到刚才说了 人口老化 越来越多人 需要用这些东西去监控 看着老人家 所以现在 通常都说 都是看着跑步 做运动 但长远来说 第二轮 就是针对长期病患 OK 但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要考虑 譬如 究竟有没有 一些 政府的条例 去保障市民 因为很多公司做这些东西 究竟是否通过一些测试 是否安全 都要有待去看 另外一个 最近的新闻 就是Wareable Sensors 穿大式的这些传感器 是特别针对医疗的 有一个7.9billion的市场 刚才就是说手机的方面 这个就是穿大式的 所以前景也非常好 另外 人家看起来 是原来最有潜质的 不是穿大式的装置 是那些装置得到的资料 人家以前就说 要有钱 就要有油 是吧 那些中东国家 有钱就有油 但现在最重要 最稀有的 就是Data 就是资料 资讯 OK 如果比如说 刚才那些要工作的话 很多时候都要几方面一起合作 不是说整那些仪器的公司 或者通讯商 或者是医院 其实一定要几方面一起合作 一定这样做 才可以刚才的服务提出 这些就不特别说了 就是说前面那些要看的东西 这个就是针对国安全那样东西 现在个个都说 弄这些新的穿大式的东西 个个都说是医疗东西 但医疗东西是很重要 一定要经过很严谨的审批才行 所以有很多机构 譬如FDA 特别会出一些paper 我们要跟进 究竟是怎样才出一个 比较安全的一个装置 其实大家现在还在谈 因为太新了 你现在出了一份paper 可能下个月有一个新的装置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有待大家去探讨的 OK 好了 未来就不知道怎样了 未来可能 将来就穿到这样的样子 很帅仔或者很美女 将来我们的手机 就未必是一个手机的样子 可能你穿上身也不知道 另一个大家要考虑就是 你这个东西又这么新 究竟你说要针对老年化的环境 究竟合不合用呢 对不对 都是新的科技 而且要考虑就是 刚才那些产品 用一个新的方法去推出 好 多谢大家 那就留下多些时间 一会做Q&A 多谢你